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伙伴好 今天是星期二也是8月8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点15分 我们昨天看到华尔世界基本上有点反弹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华尔世界基本上还是继续的回调 特别是美国的信用被降了一击 对不对 可是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行情好像没有在讲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会存在一个因素 我们看看下个礼拜 特别是星期四公布它的消费者指示之后 它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应 我是觉得这个因素还是比较要关注的一下 那我们看到行情在道琼 这个当然是它的微型迷你道琼的期货 昨天从35,118点回谈到35,586点 这个相比的话是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可是重点是星期四就是后天的消费者指数的一个公布 到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行情基本上是在盘走 因为这个礼拜没有主要的一个经济数据 除了星期四的CPI 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我是本身感觉到应该行情还会再继续的做回调 我的目标还是保持在34,500点左右 我觉得这个道琼还有这个可能性来挑战这个价位 那那个S&P500同样也是一样 可是昨天的反弹没有比道琼的相比的话比较大 我们看到这个微型迷你的那个S&P500期货 从4,453点继续的反弹 可是它有反弹过我认为比较有可能被压住的一个框架 我原本是认为应该是会控制在4,535点左右 可是昨天呢 它是来到最高的4,541点75点 所以变成比我之前所预测的这个价位还高那一点点 可是呢 重点它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继续的下滑 我觉得行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呢 会来到4,411点左右 这个当然是它的期货 我们再看看它的那个微型迷你的到NASDA100 同样这个行情呢 自从来到16,062点半的时候呢 这个是7月19号 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是第三个礼拜 行情已经没有突破新高了 所以呢 它回调的那个结构呢 看起来是比较均匀 有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回调 来到15,334点半 可是呢 它这个价位就开始卡住了 那到底它接下来会涨还是会跌呢 我觉得两个可能性都会存在 短期里面 我还是保留着 因为呢 到穷跟SAP 我看起来还可能会再继续跌 导致呢 我认为它可能会把NASDA给拉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的目标目前是在15,000点左右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 今天早上呢 公布了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个数据 非常非常糟糕 出口的那个数据比预测的还要再差 是-14%多 那那个进口更糟糕 六月份只有-6%多 可是呢 这一次呢 是双倍 是负了-12%多 所以呢 整个数据呢 告诉我们 中国那个星期可能会进入一个 不同的一个阶段 就是呢 我们所谓的那个 没有通膨 可是它的反应值 应该价格呢 会继续的下滑 导致呢 我们认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股市的一个走势 恒生今天早上呢 一价值一跌到1000 那个19136点 短期里面 它可能还会继续跌 我的目标短期里面 最最乐观的应该是在18800点左右 不乐观的话 在18600点 所以呢 这个空间可能会是个短暂的一个 那个那个目标 我们看看那个上海中国指数相比的话 它就比较乐观 它基本上没有像恒生这样子跌 我是认为它已经反弹 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结构 短期里面它是在横盘嘛 那我对这个股指的短期里面没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它可能还会再继续的反弹 因为呢 如果是不良的 不良的因素导致它还没有跌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呢 它可能短期里面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支撑 可是呢 迟早还是要面对现实吧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我们看看日经 日经今天早上呢 有想要想要继续的反弹 可是呢 它反弹的力度呢 就差那一点点 就来到我的目标 它最高来到32530点 离开我原本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目标 在32570点到32780点呢 就差那一点点 可是我感觉是整个结构可能还会继续跌 而且这次跌呢可能会跌破31660点呢 直接来到挑战那个3700点到31240点左右 可以看起来还是还是跌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OK 我们看看那个外汇吧 美元股指数呢 自从上个月呢 来到99.22呢 就继续的反弹到102.65 所以呢 短期里面它应该是做调整 你想的话 从目前这个价位呢 10210到10225的话 这个价位呢 可以再继续的跌 我觉得这个跌幅如果有的话 应该是做一个技术上的调整 之后呢可能还是看涨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这个 这个是一个短到中战的一个看法 OK 目标应该是短期里面锁定的10328吧 OK 那欧元它本身呢 也是在做回调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反弹从109呢 12呢 反弹到1.1040呢 我觉得这个还没走完 目前呢 我看到行情呢 有办法称在1.10吧 OK 我觉得这个价位可能还会继续的反弹到1.11左右 从这边它可能还 才会 才会 继续的下滑 我觉得这个1.1275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回调 所以呢 这个关键呢 应该在这个1.10 没有1.11的一个框架里面做空 我觉得这个下面的一个空间呢 是比较大一点点 那英镑也是一样 英镑呢 自从它反弹到1.2620呢 我觉得这个反弹应该还有这个机会 再继续的往上走 最基本最基本呢 我觉得希望它会来到1.29 然后呢 在这边做空了 我觉得这个同样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三波浪型的回调 我觉得行情可能会突破1.2620 直接来挑战下面的这个空间 所以呢 我觉得1.2350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个奥币嘛 奥币它本身呢 可能已经在继续的下滑 因为我们觉得 行情来到挑战那个0.69 应该还没走完 这个跌幅目前的这个 具体的价位是0.6514 可是我觉得行情可能会突破这个价位 顶多顶多今天呢 来多一个反弹 倒回来这个框架就是0.66的这个框架 我觉得如果有来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做空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情可能再继续跌的话 是瞄准0.6400 OK 比较纳闷的就是美元兑日币 我觉得这个行情有跌的可能性 可是呢 昨天的涨幅呢 大概有200点这么多 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 可是目前的行情已经在触碰我 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框架呢 143.40到145 我觉得只要是145没有被突破的话 我觉得这个跌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可是呢 它必须很快要发生 要不然的话 迟早呢 它这个形状呢 会导致呢 那个 来挑战这个145的可能性 越来越高 可是我 以目前来看 我是还是保留一个 跌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呢 我短期里面还是瞄准136 OK 美元对加币呢 目前看起来比较稳定 那么看到如果是美元 这次的这个稳定性呢 可以继续的 继续的保留的话 它可能会导致呢 美元对日币呢 也短期里面应该要跌的可能性 就稍微少了那一点点 所以短期里面 我是认为 它已经来到 昨天晚上最高点 来到134左右 目前呢 还在做挑战 如果这一次它不跌 不快点跌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 形状导致呢 对美元的一个短期的调整呢 就是拉回来的那个可能性 对于相比的话 就越来越小了 所以呢大家也要看一看 基本上是我认为 美元涨的一个空间 已经出现了 所以呢短期里面 有跌的话 应该是做技术上的一个回调 我们看看原油价格 原油价格 目前它是比较稳定 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呢 最高来到83块3毛钱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83块3毛4的 这个当然是它的期货 然后 在4月12号的时候 行情也来到这个价位 所以呢 在原油市场呢 我们经常会看到 很多假动作 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 哪个价位 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高点 或者低点的话 它经常来 会来挑战来突破 突破之后 就马上就做一个 180度的一个反弹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也是在关注 是否 我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行情 在继续的突破 这个83块3毛4 如果它突破的话 我最想要看到的就是 行情很快的 就做一个假动作 然后呢 就开始跌 如果行情可以跌破 81块7毛去的话 这个就是我在等的那个讯号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可是短期里面 我认为原油价格呢 应该还会继续的涨 我是希望行情 如果有这个反转的话 可以继续的 拉回来到 73 74块左右 给我一个机会 再继续的做多 目前我是没有仓位 在黄金市场呢 我们看到 行情昨天有跌 自从行情来到 1925块左右呢 做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外包线的反弹 我还是保留 黄金价格呢 应该是在 准备拉高 特别是 如果是 美元短期里面 有做回调 因为 美金拉回来的话 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就是说呢 我可能短期里面 要把我的目标 给拉下来 短期里面 应该是在看 1987块4吧 这个 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盈呢 昨天呢 跌幅呢 比黄金还要大一点点 昨天呢 基本上又跌了2% 这么多 所以呢 最低加回来到 23块06分 可是呢 这个还是要保留 我是觉得 有这个 还是有这个 涨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呢 目前呢 虽然已经突破我 认定是比较理想的 一个 做多的一个 框架里面 我是觉得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有短期里面 我还是保留 看涨的一个可能性 OK 那比特币呢 应该是在准备 要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动作了 我们行情呢 行情 自从它跌破 29,000的时候呢 就马上就回弹到 3122块 这个行情呢 虽然有拉回来 80% 可是呢 昨天呢 行情又来的这个框架 我跟大家讲过了 29,000到29,200块 应该是比较适合做多 那行情来到最低价位呢 昨天呢 是29,135块 然后从这边呢 应该是要继续的准备 要有个突破 如果行情可以突破 3122块 然后呢 B4的时候 在这个交位上方呢 我是觉得 短期里面 它应该是在准备 要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短期里面 应该是瞄准 那个 3万2千块 OK 可是呢 我跟大家讲过 我的目标是比较远 除了32800块之后呢 我认为长期来看 我觉得3万5千块 也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 啊 呀 啊 好 呀 啊 呀 呀 呀